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小总 真心话 各位朋友 今天全世界最大的事情 台湾可能不会报道很大 全世界最大的事情是德国总理 带着一堆商业记者 去访问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开完二十大以后 我们很多媒体喜欢说 哎呀 习近平当第三任 然后中国大陆的富豪都跑光了 包括名导演洪小刚 然后就讲个活灵活现 那当然那种 在台湾做假新闻 你只要是 只要是编排羞辱共产党的 通通没有事 管他新闻是真是假 那当然大家也知道小总讲新闻 我只在乎新闻的真假 你要去看那些没有良心的畜生老板 你办的那些报纸 你就知道 你要交钱给他 如果有线电视一个月五百块 然后他为你假的新闻 这跟卖假药有何不同 对不对 然后你就想 哇 中国大陆都跑光了 怎么样的 红小刚都说 我小孩 来美国的畜生是不习惯 我们两个夫妻就住久一点 那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 那怎么样 那那些编排那些人要怎么办 然后说富豪大陶王 富豪大陶王 蕭之是德国的总理 他带的 带企业那些人是谁 我告诉你 西门子大不大 大 对不对 台湾的捷印有多少是西门子 德意志银行 欧洲数一数二的银行 那里面非常多的 大的企业家都跟着去 为什么 找商机 这两三年来疫情这种情况 那你作为一个总理 你是不是要帮人家找商机 美国可靠吗 你要投资能够去美国吗 美国保护主义 美国哪一天看你不爽 就把你没收 美国就把你没收 法国的阿尔卡特就被他没收 他本来技术超前美国 结果美国就把他的 那个执行长抓起来关了 后来这个执行长很气 出了一本书 叫大家不要相信美国 他在美国也没有犯罪 没有犯认的罪 就我想抓你就抓你 法国为什么对美国这么反感 因为美国就是土匪就是流氓 每天嘴巴讲好听的 美国是不讲道义 而且只要妨碍他的利益 他就用武力 输出武力 就这么回事 本来马克宏是希望能够 赶在消枝之前去 后来他想要不然一起去 消枝都拒绝了 马克宏现在是 欧洲这些国家的轮值主席 过去这轮值主席是德国 消枝不想谈政治 那不想谈政治 因为欧洲跟美国这些国家 谈的政治 都是嘴巴讲很漂亮 比如讲大陆人钱 那消枝你碰到美国的总统 你为什么不谈人钱 马克宏你碰到美国总统 为什么不谈人钱 美国有一个 对不对 官达纳摩群岛 官那些中东人士 到现在二十年 二十几年了 官在水澳里面 然后 没事就行求他 强暴他 数百个人 全世界没有人讲话 没有人讲人钱 全世界讲人钱 碰到美国就没准 美国爱做什么 就做什么 是不是 大家讲点公道 我的节目最公道 因为我都举出来 不相信各位朋友 你现在用Google也要去搜寻 官达纳摩群岛 官老爷的官 官公 到达的达 达呢 一个蜜质旁在一个内湖的内 官达纳摩 摩斯汉堡的摩 官达纳摩 那个建议 那是属于美国海津的 他设在古巴的外海 为什么不设在美国国内 因为设在美国国内 就违反美国的法力 所以美国在 美国土地之外 可以为首亦为 畜生对不对 你一定讲畜生 他是畜生没有错 美国本来就是个畜生 要不然 大家来讲 欧巴马是比较人道 他当总统一直想关 后来金华跟他讲不能关 这些有嫌疑的可能就是恐怖问题 可能 为了可能两个字可以把人关 一二十年 然后不放出去 这个叫人 人权叫人道嘛 你觉得这个人有嫌疑 你把他抓起来 送司法审判 司法调查 有罪就去坐牢 没有罪就放人 就怎么回事 对不对 任何正常民主国家的司法 不就是这样吗 我觉得你有嫌疑 我看你长得很像坏人 可以这样啊 那你为什么不敢送回美国 接受司法的审判 不敢 我们不要司法审判 我们要行求他 叫他土石 各位朋友 你不是在讲人钱吗 那你指控中国大陆的人钱 有哪一样是有政绩 你拿出政绩 你说新疆什么那一代 那些 那些回教徒 你拿出政绩 你拿出政绩 我们也支持你啊 没有一样有政绩 然后到连了狗连压说 一定有 欧洲也说一定 一定有拿出政绩啊 我当一个记者 我要指控别人有什么东西 我要有政绩啊 美国不必政绩 欧洲这些 跟着畜生在跑腿的 这些欧盟的国家 也不需要政绩 因为我们是先进的白人 我们认为有就有啊 畜生认为有就有 各位 讲点公道好不好 我们不是在讲文明吗 文明 大家有一个脉络嘛 大家来讨论 全世界时候的回教国家 至少三四十个吧 对不对 中亚 不止喔 印尼马来西亚 印尼的回教徒喔 加起来 印尼一个国家的回教徒 比中亚的回教徒还多 回教徒是很团结的 穆斯林兄弟嘛 对不对 如果新疆的穆斯林 被中国大陆这样的话 为什么全世界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 支持美国的主张 所以那一代新疆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他们不相信嘛 你没有证据嘛 全世界的穆斯林国家 很多都很仇恨美国 因为穆斯林死亦非命喔 死亦非命 我不是讲老死的嘛 就死亦非命 被战争打死被怎么样 95%都是被美国人杀死的 美国人说欸 我就轰炸你我就打 美国在中东的行径 跟俄国在乌克兰行径 没有不同啊 各位不要在那边讲 好像自己讲的多么伟大都怎么样 那骗人了 只是因为你比他强大 大家不敢讲真话嘛 所以呢 所以全世界没有中国大陆跟俄国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美国的殖民地 很多人讲啊 那个北韩 是啊 啊北韩所作所为 美国有没有在做 有啊 美国有没有在试射飞弹 有啊 核子弹有没有 有 啊北韩你不行 这个吃戏由我美国来决定 他就这样啊 当然金正恩也不是好东西 大家也很清楚啊 那大家有样学样啊 你每天跟他警告 你北韩在怎么样 我就要制裁你 请问北韩还有什么事情 没有被美国制裁 被联合国制裁 也讲一样就好 北韩那些石油我们都不准卖他 全世界不准卖他 倒米全世界不准卖他 给他 那些高粒棒子给他二十好了 什么叫人道 什么叫人钱 各位朋友 我讲这个哦 我很感慨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每天看这么多新闻 那我 我有时候看哦 我们在讲 在台湾其实很多事情 一样是不公道 对不对 这从二月底 大家都在讲俄乌战争一直讲 哇 然后在台湾收视率也飙很高 那飙很高你要跟他看 就是说 为什么有没有多人关心 因为我们把它转化为 我们就是乌克兰 俄罗斯就是中国大陆 他会这样打我们欺负我们 全世界都在做这样的想法 台湾人不怕 我哦 几乎三不五十就常会碰到一些朋友 会不会打 会不会打 目前不会打 可是美国人讲会打 海经部长 现任海经部长说 年底就打了 印太司令说 2023年打 会不会 我说不会啊 金人巴不得打仗 打仗大家就可以升官 金人要打仗的话 他要所有的金西财物 装备什么 你都要给他 不然到时候吃败仗 说顺利 你不给我装备嘛 你不给我钱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些将领 穷兵夺武啊 巴不得打仗啊 那 美国这些人打仗 死了多少 美国的子弟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讲新闻喔 其实新闻最重要的本质 就是人命 就是人命 那接下来就是人性 有些东西就讲到没有人性 对不对 嫌疾就是啊 嫌疾都事情没什么人性 把你祖宗八代 把你怎么样怎么样 那民进党内 心中只有嫌疾 心中只有嫌疾 加一世 有个候选人 市长候选人死了 七十二岁 那现在加一世 十一月二十六号不能投票 要改成十二月十八 为什么 也对民进党比较有利啊 今天四号嘛 我们到二十六号还几天 三个礼拜又一天 对不对 他说来不及怎么样 为什么会来不及 请告诉我 你要真的要做 怎么可能来不及 一两个礼拜都来得及 怎么会来不及 对 一起投票啊 各位一起投票嘛 对不对 我们加一世 十一月二十六号投什么票 投村长里长议员 好 然后这些 就是没有市长的投票 然后市长单独在十二月十八号投票 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设计 大家记得杨宽恒跟林静怡的险战嘛 杨宽恒被当做总统级的险战对待 那包括周一阔那些人 哇 就是民进党打这种单一的险战 他就可以玩什么 玩抗中倒台 然后铺天盖地 他的那些侧义 民进党那些侧义 因为就拿民进党的好处嘛 你只要帮民进党打险战就有好处 然后这些人就 他们也不用工作啊 不用工作 可是他有收入啊 他当然有收入 收入哪里来 很好笑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看 在台湾 有些人就是靠这种险棘为生 只要帮某个政党 过去国民党有很多这样付水组织 我在跑新闻 我们 比如说 像我们这种记者 我们就笑称 这种叫险棘蟑螂啊 嘎抓啊 那我那个时候去跑 我地方跑里长跑什么 非常熟悉啊 然后跟候选人聊一聊的时候 就会有人来 我这边有多少票 那候选人就笑一笑 那 我这票我可以叫他挺你 候选人说 你有五百票 你要给我看五百个人的名册啊 那那个人叫哪名册 最好笑 我就问那个候选人 你怎么去辨 辨别这个名册是 的人真的听他的 名册肯定是真嘛 为什么 因为那个就是说 比如说你住新安街 几号几楼 对不对 这一户有四张票 阿公阿嬷 然后先生太太 小孩没有票 四张票 然后 六楼 又有几张票 你要这样去算 所以我总共有多少票 我就问 这个候选人啊 那你要怎么去判断 照常理来讲 他告诉你五百万票 开出一百票就不错 喔 告诉你五百票 开出一百票就不错 他没有错啊 他说我在算 也是这样算 我自己平常大概有多少票 他要告诉我这个有多少票 我可以 我可以请他帮忙嘛 那这种就是装脚 拿钱给装脚 阿有没有买票 这个其实 有违法 有违法 可是抓不到啦 抓不到 那这个人帮你去活动 他并不是拿钱去买对方的票 他可能用各种关系 当然也有可能用买票 或者可能去请客吃饭 那就很简单了 我跑很久啊 我就知道 我说那你怎么知道 但我在地方当名利代表 他给我这五百个人 里面好歹有一些人我认识 我就打掉给那个人 说今天有个人来找我 说你的票会投给我 你怎么讲 他有跟你接触吗 他说没有啊 所以那就是造出来的测 可是不一定有作用 你要用这样去测试吧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你要怎么去问呢 就说好 那我都相信你 你开五百票对不对 五百票 我也不要你五百票 你讲这个地方我把它画出来 这边有投票箱 几个几个 譬如有三个投票箱 对不对 三个投票箱 我得的票如果有三百票 我就付你五百票的钱 啊如果没有呢 只有一百票两百票 那我就找你算账 可能就让我落险嘛 我在台北的中山区啊 我在台北的中山区啊 有一次碰到一个险级啊 那个议员喔 他有险上啊 那庆功宴喔 那些人就来 有个蟑螂当党被他被他打 跟他的那个助选人为欧 打了半死不敢讲话 打到满脸是血 庆功宴喔 为什么 他说你跟我讲开多少票 我虽然小幸当选喔 可是 你这票开得太离谱了嘛 才几十张 告诉我五百票 你拿我的钱去做这样的事情 打到满脸是血 各位朋友 那现在这种情况就不要少了 在台湾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 民进党现在主要是靠网红 所以你看館长 館长一直是民进党 支持者跟网红啊 这几天标骂得非常厉害 所以现在很多网红喔 不帮民进党 館长在 四年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啊 他是帮柯文哲 那时候各位可以看 館长小台 还有蔡阿嘎三个人 帮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赢三千票啊 如果没有这三个 利盈的网红 柯文哲就漏险 就输给丁守中啊 那里面影响最大的是小台 大家小台 对啊 王伟中 那个班底的小台 小台这 因为他是利盈的喔 他是胜利 那他帮柯P 一日市长助理 然后就跟着柯文哲 大家就觉得很搞笑 很搞笑 那个收视率 没有多久就破五百万 所以年轻人就觉得 哇好好玩喔 柯P是这样啊 那大家也知道 柯文哲其实 没有什么能力的人 他嘴巴喜欢想漂亮 所以有人常常讲 哎呀应该跟 利合作跟白合作 白没有票啦 白的票就年轻了 这些人 投柯文哲 他们觉得他好玩 谁拿 谁也拿不走 什么蓝利盒 或者像赵超康先生 手讲的 那个喔 就 用新竹来换 台北 那都是很空换的 根本没有票 讲这样 还不如不讲 因为讲这样有伤害 很多人会认为说 啊讲蓝快不行了 不然为什么要叫 黄珊珊 对不对 浪出来 去把黄珊珊 会这样想嘛 讲这些都没有用 我从喔 一两年前 有人在讲蓝白合 我说蓝白不可能合 蓝白绝对不可能合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票没办法转移 第二个 白色力量没有那么大 台湾的选举 这几年都是这样 各位 我是很 我是专门选举的 台湾人 台湾的这些名嘴评论 比我懂选举的少之又少 我还没有发现 我老实讲 有些什么大佬很会讲 我告诉你喔 过去我们都希望有第三方力量 民国82年新党成立的时候 大家讲过 哎呀有一股社会清新的力量 所以很多人来湘庭 然后83年台北市场选举 那是 那是巅峰啊 赵超康选市长 对不对 然后 在国际饭馆 游行 游到中央纪念堂 前方的 已经几千个 几万个人到中央纪念堂时候 后方在国际可能还没出发 各位你会问我说小董这几公里 4.6公里 台北没有人比我熟 我也不用看任何资料 他讲 哇这气势如虹 不过那时候街头很乱啊 那时候街头很乱 为什么 因为前民继承车挺阿扁嘛 那那时候到处 到处 到处 有那种都有暴力 你知道吗 那赵超康的 的 他的金钱海报 有一张他的 他的照片 照片就被画一个希特勒的小胡子 所以你看新党的 参险人 就是希特勒 就是怎么样 那当然民进党就阿扁 国民党就黄大洲 那最后当然阿扁险上了 阿扁大概哪百分之42左右的票 就选上了 这也很厉害 因为南京分类嘛 那那时候没有气宝的经验 所以我是很懂 那时候他讲 喔第三势力 是那时候新党第三势力 可是他后来就越来越视为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党 有一个党 叫做亲民党 大家讲阿第三势力 你看 宋主义自制的很多是本省 像新党很多是外省 对不对 所以喔 这个这个就为那个 也有记者问我 我说这个也没有记言 喔 台湾基本结构就是蓝利 最後就是蓝利 利盈也有时代力量 也有什么过去台联党 对不对 然后现在什么激进党 什么 这一党最后都会泡沫 我们从早年喔 不要讲很早年啦 以前有个党叫降狗党 也是凶得很 现在在哪里 他讲 欸对喔 建国党也很凶啊 没有了 他们 每天在中央建议堂那里开讲 把那边叫做建国广场 啊现在在哪里 没有了 很多东西会慢慢的视为啊 过去利盈有个大佬叫黄昭堂 他跟我还不错 也讲理 那我就跟他分析啊 欸他说欸 他开始喔 也担心说有很多人来分民进党的票 我说不会 这个都是几言啊 民进党对黄昭堂还蛮理议的 在台南有个黄昭堂的纪念公园 台南市喔 啊因为他已经郭氏 我要讲 因为我早年喔 跟这些党外人士是有交情的 我们过去 有时候会同情啦 那有时候会觉得说 哎呀喔你们讲的 有很多东西是有道理的 譬如说万年国会 那怎么会觉得没有道理 任何一个年轻记者 觉得说这些人永远不改选 别人选的半死他不用改选 没有道理嘛 对不对 那这种当然就是 就是那个 所以我们那时候跟朱高正就很熟啊 好朱高正大闹立法院 对不对 那那你会觉得 其实每个时代在变 变到最后 哇 可以看到了 现在台湾定义一尊 民进党一尊 民进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比过去的国民党更独裁 我敢讲啊 比过去国民党更独裁 因为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 那民进党掌握所有资源 他可以养很多侧衣 网红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又去养这些媒体 那这媒体 他媒体百分之九十 都民进党在掌控啊 网路百分之九十五 他凭什么这样 因为他有钱 他的钱 就是中华民国政府的钱啊 宏不宏是 民进党 最会搞钱啊 他们搞的钱 没有什么痕迹啊 很多人讲 哇 他都如果存心了 我说没有错 他从过去的国民党里面 学到非常多的经验 知道 怎么把钱放自己口袋 而你拿他没办法 真是 各位好朋友 欢迎收看小董真心话 夏日天气很奇怪 周六周日都在夏宇 你想说 假日 带家人去偷偷去 没办法 而且乙都超级大 已经联系三个礼拜 加上这个礼拜 就四个礼拜 因为假日我也 有时候去看一些 险局的场子啊 我那候选人真的很辛苦 夏宇 你夏宇你的 支持者 观众来就很辛苦 很多人 就走了 就变得稀稀落落 那险局就这么回事啊 所以我最近碰到一些后想 我说现在有什么感觉 他说我巴不得明天就投票 赶快结束 结束以后就 有没有当险是一回事 至少可以休息啊 险局真的是很累人 像我看了 险局最主要还是台北 大台北 这个都已经算比较单纯了 你要到中南部 拿中南部的汇险或什么是比较严重 金门也一样 汇险也严重 有时候看这东西看了就是 很多人愿意把票卖给别人 那你说 以前我们都很 都会写很气啊 后来采访那些拿钱的 他说我们也不是要拿蛋 你不拿给他 他不相信你 我明明你不用给我钱 我就挺你 你会要给我钱 我不收你 就会认为我一定要投别人 为了让你放心我至少收钱 所以他 那些人跟我讲 收钱也是一种交情 收钱保证一定投你 各位你听了啊 是这样 可是收钱就是会险了 你就准等 要被抓到你就 你就等着看 所以这些人 在台湾嫌疾 很多事情 你会觉得 哇那什么议题都可以谈 比如说高宏安 高宏安 这个人是不是他男朋友 不知道 至少他被挤出来了嘛 你是高宏安男友 那你有没有 李中庭你有沒有 领工会助理的钱 当然有啊 我当他助理我为什么不要收钱 你知道 每一个立委有八个工会助理 每个市议员有六个 台北市议员 支辖市啊 那六个我 因为我要让你问证品质更好啊 所以我每个人 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 就我每个人 比如你有 你有六个助理 我算你每个助理的薪水是四万块 所以我每个月 这二十四万 六个人嘛 譬如说一人 那你可以 你可以用这个钱自己去联合应用 你可以请八个 那刚来的领三万 比较老的给他领六万 他是主任啊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自己这样的方式去瞧啊 那瞧 大家知道 你有时候地方服务哦 你这些红白帖子 你不够你知道吗 今天一个里长 在娶媳妇 你要不要去 要啊 那你要不要包 要啊 那有这么多里 林长说 哎呀 王一元啊你 刚好你也来参加 我们里长的那个 我儿子哦 下个礼拜也在结婚 你一定要来哦 你也要去 林长 你也要包 所以有时候你看 很多人越险越穷啊 这个我是非常清楚啊 那 我们看哦 就是 他们这些里林长 他们也要靠这个 因为他们选取很花钱 所以他想方设法 用很多明目 用很多明目 至少把钱平回来 很多人当然会赚大钱啊 但是 至少把钱平回来 我选取花这么多 一个里长 每个薪水 他请每个薪水 就是办啊 办公会啊 六七万 以前是五万 民进党最近把他 把他涨价了 那 那个里长 李明今天家里有事 也是 红白事 你六七万够用吗 一般人讲 显然不够用啊 对不对 你在包怎么少的话 白包 多少钱 红包 红包现在没有 没有三十千块 是出不了手的啦 各位你想一想看 对不对 包红包很伤 包白包 没有回馈 红包你还可以吃一顿 白包没有嘛 所以 这开销是不少的喔 那你过用吗 一般来讲 很多人就觉得不过用 那他要想方设法 即跟一言争取 譬如说 简单来讲 中秋节到了 我要办活动啊 因为每个里都要办 我不能不办啊 那很多东西 你要里面来 要摸财品啊 去跟一言要 跟市政府要 民政机长 環保机长 大家 有人送脚踏车 有人送什么 对不对 够不够 你要找这个里里面的企业啊 去找他 你在我们这个里喔 其实我们这个里 大家对你也很好 啊你这样 敦青木林嘛 所以七月也会送 就变成这样 那这个就打秋风 可是你里长要去跑啊 各位现在台湾就是这样啊 那 中秋节 结束了以后 哎呀 这个秋天 听说哪 哪座庙刚好在怎么样 号召大家 两三部游览车 去烧香 进香团 很多老人家就去啊 陪你去啊 陪你去你不能收全会啊 哦 这 包括包车 吃三餐 住宿 可能一个人 哦 要七千块 哦 我只收三千 那其他的钱是什么 要别人来赞助啊 你懂不懂 所以哦 我告诉你 我们在跑地方啊 会发现哎呀 里面的花样真是多 哦 那我们很多 这种尤其上了年纪的人 他喜欢占点便宜 哦 有这个机会 对外讲是大家 哦 连你连你啊 可是他其实里面 有很多占便宜的机会啊 这老实讲 那他 如果不选举 又没有违法 有选举就有违法 招待啊 哦 就是算费嫌啊 没有选举 不是选举期间就没事啊 所以一个里长一 一任四年 哦 几乎常在办这个活动 很累啊 我也常使一些里长跟我 吐苦水啊 哇 这个你不晓得这个辛苦的 我现在当里长 哦 真是那个做牛做嘛 我说你自己爱当嘛 好 那在选举里面 各位朋友看 很多事情 你要把 哦 哦 每个人都这么处心激励 要当选 你要问一般老百姓 当选当然有好处啊 哦 我也常被人家找 说你来选 我不要 啊 因为小董你选不上 你才不要 没有 以那时候的背景 我现在当然不知道 从78年 哦 到 选议员 83年选议员这些哦 每次我都 我都算一算 我选一定上 一定上 但我不要啊 我不要 花我的钱来替你做牛做马 我不敢啊 哦 很多朋友想 哎小董你一定当选 你当金门选立委 我干嘛选立委 我才不要啊 那当然了 我有很多朋友 比如说陈一臣 陈一臣跟我很熟啊 哦 前一任的立委 跟我也很熟啊 杨振如现在当县长啊 我 当然大家都会有交情 为什么 我们在地方上当然也认识很多人嘛 哦 在媒体现在也认识了 那他们当然都是我的协弟妹嘛 金门高中协弟妹 所以捧场都很科气啊 协长 哦 怎么样 哦 那 他们有服务的热忱啊 我呢 我 我没有服务的热忱 哦 我们 我们 服务会不会有 会 那你的热忱哪里去 我是个记者 我干嘛要服务啊 你要真的有怎么样怎么样 我帮你报导可以 算是一种服务 那你要当民意代表 你要把官员找来 诶 你怎么 这个 这个怎么不同意他 你应该赶快啊 对不对 要帮他把很多 法律上 或者行政上的问题 把他解决啊 我没有那个忍耐啊 那 那 艺人为什么有这个忍耐 因为他审理预算 他执行 那我呢 我只能靠交情啊 那我为什么要靠交情 让我欠对方人情呢 我不需要啊 各位 就我们的 心理状态 哦 他其实是不一样的 哦 小董你帮我跟那个谁讲一讲 我为什么要跟他讲 啊 你跟他熟啊 我跟他熟 我讲了以后 我欠他一个人情 我要用什么还 因为这个 这个一定有时候 他都走法力边缘 有时候就是违法啦 一个违贱 违贱就是违法 啊你 你要讲 我去讲他可能不帮你拆 啊 他的邻居呢 邻居被拆 啊他为什么不用拆 好啊 啊到时候这官员还受处分 也会啊 所以人家有剪辑啊 剪辑信 挂号信啊 你有啊 你为什么自自不理 各位就变这样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台湾很多事情 越来越复杂 啊当民意代表 也越来越难当啊 各位不要看很多人很风光 哦他其实越来越难当 我很清楚啊 可是在嫌疾里面啊 哦你看 高黄安这次是 他民众认为他可能当嫌 现在呢 一个助理 哦 就不天该地 啊这个助理 是他男朋友 有点清水 台湾哪一个党 哪一个党 请告诉我 任何一个党哦 的民意代表 没有亲戚 不只男朋友 男朋友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的亲戚 比如说妈妈 女儿 我举个例子啊 我一个朋友 在台北当议员啊 她叫张茂兰 她女儿 她是交棒给她女儿 她女儿的经历是什么 当过她的助理 啊有没有领薪水 有当然有啊 她女儿叫张文杰啊 要选松山信义 那可以不可以 哦她可以啊 高黄安不可以 因为 因为那个领工会助理的钱 那个是你男朋友 男朋友没有血缘关系 那你这个有血缘关系更亲 你怎么可以给你家人领走 工会助理的钱呢 是不是 所以她的关键不在这里嘛 在于这个钱是不是托领嘛 各位这个就很简单嘛 就是我挂屏子 那我把钱领走 其实我没有在上班 没有在一言胡处做服务嘛 哦 她的关键在这里 那你今天要讲高黄安 你就要去讲 她这个助理根本不在啊 过去民进党有很多助理是在美国啊 挂名在美国啊 哦这个人挂名可是人在美国 因为很好查 检察官只要查 这段时间你在美国啊 你出入境是什么时候入境啊 所以你在美国你怎么去做显民服务 不可能这是假的 可是碰到民进党就没事啊 对不对 碰到民进党就没事 过去民党有个原住民立委就是这样 他叫陈延啊 那时候老公也是被报 后来他没事啊 我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他没事 因为要看检察官啊 我们台湾检察官 基本上挺民进党 哦 法官跟检察官碰到政治事件 挺民进党的占百分之九十 我敢讲啊 要不然你哪来做对照 为什么别人有事他没事 因为这一玩两瞪眼了 你人有没有在美国 你怎么可以领走这个钱 你在美国就没办法做服务啊 你在美国好几个月 怎么可能 好几年 怎么可能 所以你就是人头嘛 可以这样讲啊 但是他们就 会用很多东西来解释 啊 在美国也在做服务啊 那你要这样讲 那没有脱领 没有脱领助理会的啦 如果照你这样讲 那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 各位好朋友 欢迎收看小董真心话 今天礼拜五 哦 当然下来还是下雨啊 我们有句话叫做一阵秋雨一阵凉 下过一个雨就会 温度会降低 然后再下过一个雨 温度又降低 所以只要下过一个秋雨 哦 温度就少个一两度两三度 然后就慢慢的 哦 就变成深秋了 深秋雨下来就冬天了 寒冬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多穿一件衣服 哦 因为潮湿 是我们台湾 碰到这种气候 特别冷的原因啦 哦 因为很多海外回来的朋友 啊 十几度还好吧 18度 20度 怎么大家冷成这样 因为台湾的湿度 比较强啊 那当然啦 上个礼拜哦 引起全世界震惊的 当然就是韩国了 离泰宴了 这几天还在报道 看了很令人心痛 不过 里面很 有些信息是错误的 哦 我不是讲说死多少人 或者什么1555 156 157 不是 因为有些重伤人 可能稍后还是会死 这个不能讲他报道错 他报道在当下是对的 各位理想当下是对的 你知道哎 你的数字之后 因为他两个小时后 又有个人过世 我这个数字是不是要调整 是嘛对不对 或者两个小时以后 发现哎 这个人名字弄错了 会 因为他就是一个兵方马乱 不过他有个错误的东西 比较 我觉得我可以 趁着要假日的时候 可以讲一下 哦 我们报导 就是说 这个叫做万圣节 黎泰宴 那韩国造成的事件 其实10月31号 不是万圣节啊 英文媒体用了 都是 Halloween H-A-L-L-O-W-E-E-N 英文媒体用这个 所以大家用 因为这个把它翻译成万圣节 但其实他不是万圣节 万圣节的英文名字叫什么呢 假如 O-A-L-L-O-W-E-N 圣 圣就是圣人啊 我们讲说圣乔治圣什么 对不对 圣 Stay 圣人 所有圣人的日子 各位你懂吧 圣就是S-A-I-N-T-S 上面一培 然后再一个Day D-A-Y 各位你不相信你去查 小董你那么博写 没有 因为我有很多博写的朋友 跟他们聊起 他们说 他都弄错了 全台湾收人都弄错了 那我就都是 Halloween 不是万圣节 万圣节是O-S-A-N-D-A-Y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天主教的节日 也是基督教的节日 所以圣就是圣人 我们很多 很多人 因为他为这个宗教而死 譬如说圣女真的 那 前面就会跟他加一个圣 所以很多人希望能够封圣 被教装封 那是很不容易的 那 他死了以后被封为 他的名字前面加个圣 S-A-I-N-T-S 那教会有这个节日 就是告诉 就好像我们佛教 大家要立地成佛 你成为佛 那你做了很多祭祀 有功德的事情 他的用意就在这里 所以万圣节也是在追尸王者 就是圣中追眼 那万圣节是哪一天 你刚讲 Halloween 那是不是万圣节 万圣节是十一月一号 大家说不是十月三十一号 小董你乱讲 我不乱讲 那 Halloween 他不是一个宗教的节日啊 他就是在万圣节前一天 啊这一天教会是不承认的 现在虽然很多教会也跟着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很热闹 你就会收入嘛 你的教会让小孩开心 父母就会奸嘛 所以 真正的教会是不承认的 我讲这个哦 我是很笃定 小董我要纠正你 没关系 你自己去查相关资料 所以这个节日的庆祝方式 他不是在教堂几班 他不是在教堂几班 你如果是庆祝方式 一定是在教堂几班 对不对 你要结婚在教堂办 那是很神圣的 你又往生了 家里有人往生 在教堂办 对不对 我们送他最后一程 那他不是 那在节日 他是让小孩哦 装神弄鬼啊 所以天母搞什么鬼 金门搞什么鬼 用这个一以双关 大家来办 那办小孩子很开心 小孩开心 大人就开心了嘛 现在 现在少子的话 看到小孩 扮演这个扮演那个 其实都是父母教他 你可以穿什么服装 你可以扮演什么嘛 对不对 陈时中也跟人家扮演 陈时中扮演一个吸血鬼 有个小朋友扮演什么 扮演那个 切 他把自己打扮成切诊的疫苗 的那个 切诊的快筛啊 上面两条线 站在阿中旁边 我看了哈哈大笑 哦 为什么 因为两条线就是切诊 切诊的人跟吸血鬼 站在一块 哦 那当然 无所谓啦 哦 那这些人 就去 邻居家讨堂吃 那你一般都会给 不给糖就捣蛋嘛 对不对 不给糖就捣蛋 哦 就就是 哦大家记得这样的一个 全世界都很欢乐的 那 你不给我糖我就跟你二桌去 所以这个叫不给糖就捣蛋 那 特别要讲就是 Halloween 不能欢迎做万圣节啊 因为万圣节有 确实的意义啊 哦 哦 那美国哦 没有人在庆祝 哦 基他 基我一些朋友啊 哦 比如说李嘉童教授 他他过去在美国啊 没有人在庆祝 Halloween 啊 就是真正的万圣节啊 哦 那就是让小孩走一走而已 哦 也没有大规模庆祝 但是因为现在为什么会大量呢 我告诉李嘉童教授 现在为什么会变成大量的各社区 哦 里长也在办 名利代表也在办 为什么 因为这是很商业的 哦 现在全世界就这样 很多东西我们受商业的影响 你不知道 过去 有在住情人节吗 2月14 没有 那现在商业跟你推广 哎呀你 热恋中的蓝鱼你应该送你朋友什么 巧克力或什么 对不对 然后或者送 哦 金饰 戒指 项链或什么 对不对 那因为他做出来的广告 然后就有感染力 然后你们要去庆祝 餐厅就有情人节大餐 一克多少钱 哦那 那共不应急还分成两个阶段 五点到七点 你一定要吃完 因为七点到九点有另外一框 现在都变这样 各位 这就是商业啊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全世界啊 你也不要比弃商业 商业让很多人就觉得活络 哦 就觉得他有欢性的气氛气氛啊 啊这种气氛现在三月十四叫做白色情人节 我们过去中国人的情人节是农历7月7号牛郎之女嘛 所以现在一年变得有三个情人节 哦那当然年轻人你他觉得欢乐就好了啦 可是我告诉你这就是商业啊 哦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在过母亲节啊 母亲很辛苦 可是我们小时候真的没有 哦那到了国中以后哦 哦才会 哦才会跟老妈讲说哎呀妈妈母亲节快乐 哦那他听了就很高兴什么礼也没有 我又没钱我能够买什么给你 啊后来呢到高中时候就比较知道了哦 就还是要给妈妈一个什么东西来安慰省吃俭用 哦他就很开心了 哦你要轰妈妈开心是很容易的啦 各位朋友我我讲真的对不对 那后来呢父亲节哦 父亲节8月8号你也要这样 哦那 其实哦 那他有很多东西就可以化为金钱啊 就是要你掏腰包哦这是一个现在的情况啊 那小董哦我有时候讲一些东西哦 很多朋友讲哎呀我不听你讲都不知道 对不对我有考证过了 我也知道讲错了要被人家修理 但是在台湾呢台湾 选举里边的东西 都臭可是没有人回去纠正 为什么选举讲完就算了 那很多朋友这两天都传给我 说董哥你咳嗽你没有怎么 我说我就每天那个我没有确诊了 为什么因为前几天在一个选举场 喊很大声啊 喊很大声喊到嗓子有点破就变羊 哦我情况是这样也没有感冒哦 哦那谢谢很多朋友关心 但是哦这个礼拜哦当然还是有场子 这场子最热的是什么 明天台北市长这三个候选人哦要辩论啊 那当然我也看哦 因为有TBS跟三立吧 下面很多人留言哎呀十二个人选举 为什么只有找这三个人 因为他是商业台啊 如果这种选举是十二个人在辩论你要听吗 一般人哦 哇说其他人我干嘛听 其实有几个人是蛮优秀 譬如说哦童文心 童文心律师很优秀啊 哦舒焕智过去当八年的台南县长 他也是律师 他们也很优秀啊 那其他人哦有的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 但是我跟各位朋友讲哦 他在做商业的考量哦 他就逼逼讲我要必须要计较 我计较让这三个人辩论 因为这三个人的民调他认为是比较接近啊 那选举哦就是这样嘛 选完了以后能不能继续做朋友 我看是很难啊 今天谢谢你说听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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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